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温宅 这里有6000家的工厂 这些工厂认真每天的打拼求生存 但是是北市政府对这些产业的建议 从来都没有具体的回忆 也没有回复或是跟我们产业做协商还有讨论 甚至今天招开的修改的会议 也没有让工厂把他的争议 纳入他的意义来做讨论 我们认为最有很大的疑虑 我们希望新北市政府可以临清争议 请新北市政府给产业明确的回复 还有协商 在105年3月17日跟4月14日 预审会议后决议 为兼顾本区整体开发之必要性低 民众权益 以例后续重化作业执行 请新北市政府要拆迁工厂支配套措施 来检讨修正重化计划书后 在暴行内政部合办 但是新北市政府一直没有跟我们沟通 也一直都没有跟我们工厂开会讨论 随便就拿几个不合时宜的配套措施 拿那些假的安置来旁塞我们工厂 欺骗社会大众 欺骗内政部说 他有处理产业破迁争议 比如说领口公益 至今尚未通过内政部都委会 现在还是林地 还有五亩热射山 他预计2022年才会开发完成 可是我们2019年 我们就要被重化了 更扯的是麦子元 他们的居民都还在抗争 计划也还没开始 这样我们温仔俊怎么去安置到那边呢 在民国96年的重化案板中 原有的30公顷工业机为何后来又消失了 没有了 本期产业其中三分之一的厂家是北部重要的金属加工产业 事物为何执意破迁 拿掉工业期后 借没有相应的方案 而庞大的产业界已员工三万人在此工作 破迁之后 事物要如何解决庞大的失业成潮 提升经济力 必须产业界提升级 关于展业升级方面 温仔俊的展业断然不可以窃取 难道地方政府不能有些度量 有到是有龙乃大 多块土地建造和宜工商业元期 使得工业再提升国化经济 基本上大陆都可以做到完全解决工厂用地的处理 难道台湾不行吗 政府说要保障人民的居住权益 但是现在在修改都市计划 方案都还在研底 政府居然就继续推动它的都市计划 更何况还有文城路这个社区 还没有通过排除的方案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政府表达 如果新北市政府 它说要保障居住权益是真的 那就不可以继续推动这个计划 那我们在那边居住已经超过48年了 48年 我们在那边应该有国法的居住权 我们的居住权应该收到法杖 温子俊的这个重画 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到他工展 从来都没有跟我们住户商讨过或商量过 他的内容 什么内容我们都不了解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工展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住家已经画在道路上 我们住了48年的家就画在道路上面 那在这期间我们有跟政府一直的陈情数月 可是都没有得到可善的回答 一直都没有给我们有排除的机会 或是让或是有任何变更 让我们能够排除的机会 所以我们等于是有苦说不出 有困难也没办法解决 一直到去年我们在工兵会的时候 接触到了这个自救会 我们才知道在这个重画案里面 有很多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居民 没有办法保障他们的居住权利 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政府 不要赶着推动这个重画案 先让我们居住的人民能够安心的 有长久的居住的权利 而不是让人民流离失所